李源潮喜抱金正恩 关系转眼 金正恩抱得如此热情 显然想为冷淡的中朝关系加温 不过李源潮不怀所动 这个喇喇 是中朝领导人会面的特殊礼仪 但又不用好像咀下去这么肉 华像精鲜血形成的中朝有异 不过今次明显没有以前那些友好气氛 当然李源潮今次去参加韩战休战60周年纪念日 刚刚是两国关系低谷 因为北韩坚持核施 搞到北京配合联合国安理会制裁他 不过有分析说 维护地区稳定是中国战略目标 所以北京会继续当平壤是紧密伙伴 想解避免金正恩倒台 今次会晤李源潮就重申 中方坚持半岛无核化 希望透过对话解决问题 顿促重启六方会谈 金正恩就说 智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要有稳定的外部环境 所以支持中方为重启六方会谈所作出的努力 请不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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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